媳妇跟卖假药都好上了 丈夫却没有心思挽留 反而点头同意了离婚 看似和平的分开 却在分家时爆发 媳妇表示家产都给她 自己只想要女儿小圆 她这么穷 女儿跟着她只会受苦 听到这话 陈林子就气不打一处来 20世纪的90年代末 国内企业大改革 引发了下岗热潮 而作为工业地区的东北 是下岗热潮的漩涡中心 陈林子就是被殃及的群众之一 在丢到工作之后 陈林子没有松懈 反而拉了几个能说能唱的工友 组了个工地乐团 不管是白事还是喜事 只要有人需要唱歌的 他们就往那边跑 虽说这样的日子快活 但怎么说也不算正业 跑来跑去大半天 也没能折腾出几个钱 如今前妻坚决要讨回女儿 为此亲自来了好几趟 本就搞得陈林子心乱 现在又因为家里没钢琴 女儿偷偷跑去学校练琴 吓得老师口头警告之后 陈林子琢磨着 搞台钢琴给女儿 可兜里没有钱呢 只能先用纸板给画个假的 女儿就这样 安心在家练了 她没过几天 女儿忍受不了没声音的钢琴 扬言 谁给她买琴 就跟谁好了 这话一说 陈林子收起了嬉皮笑脸 连忙找朋友们借钱买琴 可这年头 谁家都不容易 没借到钱准备回家 却又发现挂载自行车的肉被偷走了 这一系列操作下来 弄得陈林子郁闷极了 好在女友书份仗义 给她拿了一千块钱 但即便如此 没办法 陈林子脑子一转 拎着几个工友跑到学校 盘算着偷走里面的钢琴 不料 半途保安杀出 几个人心一慌 乱跑 全被得个正招 还好学校没有追究 只要他们乌归原位 等钢琴搬回音乐室 供友们开始好奇 眼前的钢琴 到底有什么独特之处 能让他卖这么贵 想不出来的众人 对钢琴又摸又敲 这时 陈林子突然想到一个好点子 既然买不得偷不得 我们就自己来造一个 说干就干 他们先是跑去图书馆 借了本制造钢琴的书 可这是本俄文书 陈林子看不懂 又找到厂里退休的老工程师老胡 老胡是留苏的海归 翻译俄文就像喝水一样简单 为了求人帮助 陈林子还特意拿炮 榨了几条鱼 都起来做谢礼 老胡没有拒绝 当即就答应了他 现在基础有了着落 就差做钢琴的材料了 陈林子没敢歇听 立马又找了几个手活好的工友 以及靠挖铁发家的虎哥借了他 制造钢琴项目正式启动 在开工前 陈林子特意点了几个泡 给项目天天喜气 但想象总是美好的 现实总是残酷的 虽然钢琴有点餐铁 归根结底也是木头 工友都是钢铁工人 对木材的把握不够 钢琴这边没有进展 另一边 孩子抚养权的问题 贫贫可危 前期已经向法院提交了诉状 时间紧迫 陈林子必须要赶在开庭前 造出一架能弹出声的钢琴 才有可能挣到女儿的抚养权 为了造钢琴 接下来的几天时间里 陈林子日夜忙碌 书芬看他忙上忙下 为钢琴的事费尽心思 一个没忍住 说出了自己的看法 表示就算造出钢琴来 也不代表他富裕了 而且女儿也不一定选他 跟陈林子比 前期确实是更好的选择 中严女儿 陈林子听不下去了 跟书芬闹了矛盾 她觉得事情做了 那就要做到结束 无论结果是输是赢 起码他努力过 也是尽了全力 即便自己最后输了 自己也不后悔 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工友大胖的女儿 被人弄怀孕了 大家都为他打抱不平 原本抓到人 准备揍一顿泄气 刚要上手 却又突然于心不忍 把人都给放走了 生活还要继续 造钢琴还在进行 大家齐心合力 按照老胡提供的图纸 严格尽心 几天努力下来 钢琴雏形出了 零零散散的小部件 也都齐全 现在距离造出钢琴 就只差最后的组装了 可天有阴晴圆缺 完美的事情背后 总有一丝缺陷 因为每天为大家做饭 书芬跟工友老杨 走得有一些近了 甚至比他这个男友 还要亲密 陈林子见后气不过 把人摁在地上一顿走 俗话说 祸不单行啊 前脚刚做完老杨 后脚老季就遭人举报 在工厂被人给带走了 接连发生的糟心事 加上书芬的心里话 让陈林子有一些丧气 是啊 造琴造出来又能怎么样呢 女儿跟着前妻过更幸福 法院怎么可能判给他呢 似乎落魄的他告诉几位 钢琴不造了 大家散了吧 随着这句话的落声 工厂的最后两根大烟虫 也被炸没 亲眼目睹这一瞬间 陈林子恍然意识到 时代一直在改变发展 曾经视为珍宝的宝物 也会随着时间的逝去 逐渐流失它原本的价值 就像他们热爱的工厂 早已经因为时代的变迁 彻底成为废墟被淹没 尽管他们努力挽回 最终也会因为时间离去 与此同时 老爷子也突然没了气 时间在无声催促 陈林子不想留下遗憾 他再次召集几位工友 决心完成接下来的组装步骤 可能这架钢琴确实不够好 但不管怎么说 他们真的能造出一架钢琴 钢琴完工的那天 陈林子叫来女儿 让他做上这架 诸如大家心血的钢琴演奏 钢琴声在衰败的工厂里回响 像出生的孩童 抚摸老人的脸庞 一点点的打入聆听者的心里 我们太需要一种 新的想象未来的方式了 而在这种想象的构建过程中 文艺不能切弱的退场 倔强和抗争 似乎以一种并不沉重的方式 带给了观众 一个看上去似乎荒诞的故事 却非常明晰的翻起了 记忆里那些模糊的形象 落魄的大哥 曾经的小偷 有手好闲的混混 卖猪肉的大叔 倔强努力而无所成就的父亲 落魄的大哥 后来干起了挖废柴钢铁倒卖的营生 曾经的小偷 干起了配钥匙的工作 会会挣扎努力的生活 卖肉的大叔 整天对着猪圈猪刀忙碌生活 那些欢乐的歌舞剧镜头 对于那些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 可能并没有看上去那么充满喜感和不知所措 而更像是对自己过去 所有苦难和不幸的调侃和隐喻 但不管怎么说 他们能够直视这些 就代表他们已经放开正努力面对着生活 朝着未来继续前进